〈嘀哒〉 讓我播出烏雲密附 註十馬幾被我紀錄 少起少戳 起起伏伏 世間萬無為我庇護 煞茶熬意 對手矩 堅熱暗器 令話捕蕭 死乾猝惡 注降服落 人員創毒ич仇 江湖道義 狙過刀山我海龍壇虎穴 黑黑風高我的光芒照亮了烏焰 真相的火焰在我腦海浮現 陰謀歸計無法左右我的主見 任我一朝一世刀光盡陰現神通 粗暴安良為國為民我的下個夢 與你道不通把我傷不動 笑傲江湖像令狐中 讓我鬧天空像孫悟空 小龍虎毫無功 刀剪在我手無愧於天地 長生為我救守護江山半壁 大修煉在夫婦之下 重複是我鋪馬鋪屬我的腹下 劍舞狐之大 要學會放得下 沒錯說的就是你是我的你別拿 未下這大修煉在夫婦之下 重複是我鋪馬鋪屬我的腹下 劍舞狐之大 要學會放得下 沒錯說的就是你是我的你別拿 當我翻開歷史書的這一頁 勢必揭開隱藏著的這一切 當我翻開歷史書的這一頁 勢必揭開隱藏著的這一切 拿錯 你自稱淡博名利 心地良善 又能得罪什麼人 什麼人又能邪怨報復呢 泰安憲令薛良 什麼 薛良擔任泰安憲令以來 搜刮民之民高 民怨沸騰 我七星訪出了祥瑞以後 薛良更是軟硬兼施 要求民女將祥瑞歸功於他 民女的清修之地 就在他的管轄範圍之內 又如何拒絕得了 沒想到事成之後 他怕民女洩漏真相 所以故意栽贓陷害 想滅民女之口啊 你胡說八道 薛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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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裕使被殺一案 跟你有沒有關係 還不從事招來 薛良 鄭裕使被殺一案 到底和你有沒有關係 鄭裕使是我殺的 薛良 你說什麼 你要替德妙悲罪 蘇靖 薛良 薛良 鄭裕使 到底是不是你殺的 是 鄭裕使巡查至泰安 發現了薛某的罪狀 薛某為了自保 只好綁了鄭子文 想逼他低頭 誰料他竟從關押之處 逃了出去 薛某情急之下 只好找了刺客 將他殺死 那鄭裕使的手書呢 鄭裕使的手書呢 正門口 根本部 轉身 有 是 有 有 有 不 有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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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薛良自认罪状 看似天衣无缝 但德庙有一点 却无法解释 哪一点 德庙窍棺 藏宝 买凶杀人 用幻术意图陷害 柳随风和瑶光等人 假如他是无辜的 又如何解释呢 这事从何说起啊 这不过 是北斗司 一面之词罢了 你的意思是说 是我北斗司 蓄意陷害了 是不是故意陷害 民女不知道 民女只知道 太岁 是你们北斗司的人 她如何能做证人 你们不信的话 可以请雷公公到堂作证 公公 王四指 情况怎么样了 雷公公啊 您也不用等我给您信了 您得跟我去一趟大堂 咱家要过大堂 您跟我去了就知道了 走吧 走走走走 走走 来来来 走吧 不错 柳翠峰亲口承认 太岁是北斗司的密探 柳翠峰亲口说 太岁是北斗司的人 没错吧 这物证做不得准 人证也做不得数 凶手已经招供了 廷尉大人 难道还不能结案吗 且慢 廷尉大人 此案还有诸多一团 不应该仓促 斗城退下 郑玉使被杀一案 现已查明 得妙受人冤枉 无罪释放 现在薛良对所犯罪行 共认不讳 当日移交刑部 庭后发乱 退堂 谢大人 退堂 杀了你 来人哪 把他给我拿下 放开他 这是大理寺 千万不能动手 我不杀大家 简直是岂有此理 把他们都给我拿下 拿个屁啊 你要造反吗 你想怎么呀 两位大人 年轻人血气方刚 难免冲动了一点吗 魏祥公 若大年纪了 怎么还和小孩子一般见识 这是大人和小孩子的事吗 康兵仲 你不要混淆是非 魏相公 宰相肚里能撑船 你康平重能撑船 我魏林 眼里揉不了半粒沙子 魏相公真能开玩笑 适可而止 再不依不饶的 就是为老不尊了 你 你可老糊涂 我找陛下告你的欲壮去 老魏啊 我最近刚得了一壶好酒 要不要一块儿喝两口啊 到你府上吃酒 对啊 康相公 请我到他府上去吃酒 不退 老魏 老魏呀 你 两位此番前来 可是太安一案 有了结论哪 启禀皇上 太安杀人一案 县令薛良忽然主动认罪 此举过于蹊跷 臣以为您该进一步调查 启禀皇上 康相公所言明显有失功允 康相公对德庙有着先入为主的恶感 所以他处处刁难 即使德庙上师证明自己无罪 他也是鸡蛋里挑骨头的找茬 而有些人在众目睽睽之下 咆哮公堂 殴打御前公公 他却视若无睹 而且袒护包庇 这个人哪 那就不用说了 东明星君先前 已经禀报过此人动手的原因 念在他怀有一颗 为师父报仇的赤诚之心 已经交由北斗司处置了 陛下 太岁之事你就不要纠结了 太安一案哪 康相公也不要太死寇 既然各部是赵章办事 得出结论 就要遵存 康相公向来主张维护律法的尊严 倘若按照律法得出来的结论 你自己都不承认 怎么叫他人对律法心存敬畏呢 陛下教诲的是 臣谨遵圣旨 不再纠缠此案 郑子文一案现已了结 他是因公殉职 朝廷应给予什么样的抚恤 你二人商量一下就行了 臣 请尊圣旨 请尊圣旨 我说我是看透你们了 天下官府一家亲 你们看到德妙受到身上宠幸 一个个软的膝盖 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还说什么秉公执法 尤其是你这个狗棍 徒有虚幼 小子 你如果在心里再用乌言会语 骂本兴君 我就把你丢到池塘里洗洗嘴 你听得到我心里想说什么 这是北斗司的秘术 厉害吗 那岂不是以后我心里想什么 都会被你们知道 你放心 我不会有事没事就亏断他人心思 只是你经常输入我北斗司 你的品行我自然要听上一听 你想替师父报仇 除了同归于尽 一命换一命的做法 你可还有其他主意 你跟德妙一命搏命 也不问问人家愿不愿意 德妙虽然武功平平 可他背后却有神秘人保护 身份又是可以制造出祥瑞的高人 你这样冲杀过去 还没碰到一根寒毛 就被砍成肉酱呢 那你说 我该怎么办 等 等 照你的说法我是可以等 等上个一百年 那德妙他肯定一命呜呼了 我的大仇也算报了 对吧 你要是不愿意 倒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加入我北斗司 德妙是你的仇人 也是我北斗司 主要盯房的对象 你加入我北斗司 就可以调查 有关德妙的案子 挖出幕后凶手 这样就可以光明正大地 将他绳之以法 怎么 我说的这些 你是不会呀 还是不能啊 还是你不敢呢 不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那瑶光敢缠 我也敢 好 我北斗司 不是随随便便 什么人都可以进来 三个月内 你通过考核 方可正式加入我 北斗司 这有何难 你们就瞧好吧 太岁和北斗司 狂妄四溢 难道您就这样算了 皇上要放人 老父有什么办法呀 咱家可不相信 魏相公 是这样没有办法的人 雷公公 您就不必激我了 咱们是一条船上的 齐心协力 太岁和北斗司 只不过是险戒之急 现在 等我之急 是把德妙 安插到宫里 德妙入宫之事 三日可成 好 好 这么快啊 我都觉得我自己 被骗了呢 你就这么不愿意 加入北斗司啊 嗯 那如果是姐姐请求你的话 可以吗 猜 碎 这 这位前辈 你有什么事可以敲门 不用拆门吧 我本来是敲门的 可能手劲大了点 好 那请问你 到底有什么事啊 哦 对了 你跟我走 都明前面有事找你 不行不行不行 我跟凯阳姐姐还有话没说完呢 你少废话了 凯阳姐姐 你等我 快点 我可以留下来的 我可以留下来的 你让我说的 你让我做的 我都已照办 但愿你炎儿有心 放了我的家人吧 你 是人还是鬼 血量 你还记得本尊吗 尊上 尊上饶小人一命 小人不想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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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尊让你做一件事 你可愿意呀 血量 你的儿子那么年轻 如果突然死了 就太可惜了 你的妻子 你青梅猪马 他为你生儿育女操持家务 如今你身陷囹羽 他还为你四处奔走 不过明日午时 他就有可能丧身 马蹄之下 你实在是可悲可叹 娘 还有你的母亲 你本是寡母养大 她每天为你将戏 供你读书 考取功名 如今不能寿终正亲 实在是可怜哪 娘 娘 孩儿不孝 雪梁 你可想好了 哪儿 尊尊 小人愿为尊尚赴唐导火 求尊尚饶我家宵性命啊 明日在公堂之上 承认自己是凶手 不但是你杀了郑子门 还诬陷得妙 记住这封信的内容和字体 明天就看你的表现了 太岁啊 你是亲眼看见郑子文被德妙给杀死了 这还有假啊 郑御史死后当街行走 不是你搞的鬼吧 不是 当时郑御史出现在街头的时候 我也很惊讶 实际上 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有人要对他不利 于是 在他被杀掉之前 我就跳出来假扮凶手 喷绳而上 用幻术来扩大此案的影响力 这小子说的是真的吗 他虽然笨 但不是会说谎的人 你们偷偷摸摸地在说什么呢 在当今这个世上 没有人可以让死人复 郑子文死而复生 一定有人在背后搞鬼 我怀疑背后搞鬼的这个人 就是你们在驿馆后院 看到的那个机关术操纵者 的确很有这个可能 我之前也以为 郑御史突然出现 是德妙搞的鬼 但是 他在宫堂之上说的话也没错 谁会以这种化蛇添足的方式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呢 所以 很有可能 凶手就是那个傀儡的操纵者 所以接下来 我们应该怎么办 等啊 等 就只是等啊 姚光 你先带太岁出去休息吧 不不不不 我还没弄明白 你们谁才是真正的防御史大人呢 我是冻鸣 他是尹光 我是冻鸣 他是尹光 他非要把我异成他那样 说看看以后有没有什么用 你这太顽皮了 我现在就证明我是冻鸣 来 走 怎么样 没骗你吗 你真是为老不尊 赶紧给我变回来 往往老不尊 你变成我模样 你也为老不尊 咱们都为老不尊 走 走 他是 走了 审判的结果就是这样 我觉得皇帝吧 就是不想生事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啊 官员被杀 自有三私审判 不关我北斗司的事 皇帝怎样审判 自有他的道理 我们不遇生事 只是 我之前听文曲汇报 郑子文之死 还是疑点重重吧 没错 不过最后 最大的一点啊 就是这个操纵机关术的人是谁 他维护得命的目的 又是什么 你说啊 会不会和魏林有关啊 太岁提及 这一路上有百米之外 可以取人首级的江湖高手 可以让木板车变形 与太岁斗的步相上下 种种江湖势力 缠斗在一起 我觉得 不是魏林可以控制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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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犯人自杀了 犯人自杀了 不知魏相公驾临有失远迎 失礼失礼啊 都是自驾人 不必那么多磕头 请坐 老夫知道 你过几天就要入宫了 老夫身无常物 只能送给你一副 我自己画的松河图 以表庆贺了 能得魏相公莫报 得庙三生有幸 今后 必将此画悬挂于中堂之上 日日瞻仰 看不出来呀 上师还是个哑人 血量已死 死者有什么异样吗 根据五座检查的结果 死者是死于玉根带有剧毒的银针 而狱卒在其随身物品当中 发现了这个 上面 说是畏罪则杀 而且 希望罪不及家人 字不错啊 一路走好吧 一路走好吧 大人 我认为薛良绝不可能是自杀 一个已经认罪伏法的人 怎么可能在狱中自杀呢 一定是有人想堵他的嘴 杀人灭口 那薛良之死 可是魏相公的手臂 难道不是你手下所为 不是他干的 那么就是尊上了 这个尊上果然神通广大 有可能 只是德妙与属下未曾联系 还不知详情 他就是自杀 自杀 大人是怎么看出是自杀的呢 职责所在 不方便透露 大人 你这就是在帮嫌犯 延门罪证啊 豆瓶氏 凡事都要讲证据 话不能乱说 但是东西 可以乱吃啊 这 以后 你我都是一个阵营当中的人了 只要你跟老夫合作 老夫保你一辈子 永不尽地 荣华富贵啊 那就多谢魏相公提携了 这桩案子 只能是无头公案了 他们既然有所图谋 就不会就死罢手 现在出来的那个 只是他们的提线末而已 放心吧 总有一天那个机关师 会从幕后走到幕前的 风雨将至 慧暗不明啊 你是 是我 我 斗母尊师 尊尚之前 始终不曾以真面目示人 今日 虽以真身相见 可惜就是藏头露尾啊 那些装神弄鬼的把戏 怎么能瞒得住 你这个大行家呢 不过 你对本尊 最好还是尊敬一些 不然呢 尊尊赎罪 尊尊赎罪 得妙知错了 你的幻术 在本尊面前 毫无用武之地 本尊要想杀你 不费吹灰之力 尊尊赎罪 属下知错了 你的杀人罪名 已经洗脱 北斗司虽然怀疑你 却也没有证据 便也奈何不了你什么 古日 你将得到皇帝的接见 尊尚 想要属下做什么呢 本尊让你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用尽手段 取得皇帝的绝对信任 然后呢 然后本尊自有安排 你无需多问 届时自然你就知道了 是 这是 这是暴雨梨花针 只要开洞激阔 里面就会有一百零八枚 毒针急射而出 任你武功再高 也躲避不及 一旦种了毒针 便无药可见 这是本尊麾下 一个擅长机关术的高手所致 送予你防身吧 多谢尊尚 尊尚留步 得庙还有画脚 那北斗司太岁 与我系数同门 属下精通换术 那太岁同样精通换术 而且 他与属下有丝绸 我想 他必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若是我用幻术蛊惑皇帝 而他从中作梗的话 那我们岂不就 你希望让本尊除掉他 尊尚武功神通 想必杀了他只是举手之劳吧 恐怕 你怕他坏你的好事是假 你想借本尊之手除掉他 这才是你的真意吧 尊尚误会了 属下绝无此意啊 记住 你是为本尊办事 不是本尊为你办事 安心做事 轮不到你节外生之 是 莫非这位就是你们说的上师德妙 是 皇上 屈屈薄明有辱盛听 果然是卫林把德妙引进宫的 投其所好 以求故宠 是卫林引荐德妙入宫的 先前 就是卫林在皇上面前提起德妙此任 皇上才派人去了泰安 这两个人没有勾结才怪 奸臣当道 如果再有一个神棍配合 岂不是更加糟糕 对了 太翠同样精于幻术 如果让太翠在皇帝面前表演一番 是不是可以揭穿德妙的真面目 不是没想过啊 但皇帝沉迷一身 此计未必有效 况且 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卫林也罢 德妙也好 只是伏在表面上的一个人物而已 在他们背后有一个人 在操纵着一个更大的阴谋 德妙 只是一个棋子 如果现在把他揭穿 那藏在背后的这个人 就很难找到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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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正江湖不曾有过放肆 谁只在我的梦中过去往事 如梦如幻影 如我只剩若倒影 谁管我们是否只剩红尘就此 谁推肯的拿上空门找找物质 如梦如幻影 如我转身离断青丝 心火覆灭了起誓 才说醉生梦死 狼套尽多少英雄中 小时还突年旧日谈 不不两成不忍辱 本无憾谁的英雄 往事爱恨皆无知 原来生无憾我彼此 原来生无憾我彼此 情火覆灭了几时 才说最深蒙思 狼套尽多少英雄 终小时还拖年旧日谈 不服两成不认入死 本无憾谁的英雄 往事爱恨皆无知 原来圣不喊我名字